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好味港式燒辣 這是這家店正面的樣子 其實我今天中午的時候就有來過 但是找不到停車位所以沒辦法吃 這附近超難停車的 招牌上寫著創立於1994年 這邊就有價錢 好味叉燒 好味叉燒飯蜜汁香腸飯這些 看起來都不錯 有這個肥滋滋的燒肉 烤鴨還有叉燒肉 看來是從裡面排到前面來點餐 我想點那個整隻鴨腿飯 整隻鴨腿 整隻鴨腿加 蛤? 現在沒有鴨腿 現在沒有鴨腿 沒有鴨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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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蔥牛雞腿 沒有鴨腿 鴨腿就沒有了 他比較少 痾... 那持民鴨腿有嗎?也沒有 好,那 那就烤鴨 烤鴨加燒肉飯好了 好,外帶內用 內用 95元 欸 欸 我靠... 025元是不是? 對對對 你要再加30元燒肉 對對對 好,謝謝 好,可惜啊 吃不到鴨腿 不要躲 好,謝謝 好,看來這個是要混音的節奏 裡面音樂滿大聲的 三兩下就會排隊了 這邊有寫可以飯多或飯少 好,謝謝 我是鴨肉加那個燒肉的 可惜吃不到鴨腿 有那個青蔥可以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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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謝謝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擺盤還蠻普通的 他在Google評論 有的人說他好 有的人說他不好 現在就吃看了 有人講說這個燒肉很鹹 要單吃看看 肥滋滋滋的燒肉 這個就是之前這個 駐林口的M粉推薦的 不會啊 不會啊,我覺得燒肉還蠻脆的 只是 蠻肥的就是 這個肥肉比較多 瘦肉比較少 我覺得還OK 因為都單點的 所以燒肉的分數我覺得是 82分 沒有特別香 脆倒是蠻脆的 我吃吃看鴨肉 音音好大聲喔 我看一定要回音 這個是鴨肉 香料味還蠻濃的 吃得出有那種八角 跟其他香料的香味 我個人感覺鴨肉的 甜味比較淡一點 香料味比較重 這香料味很重 個人覺得 比較普通啦 這個口味在個人 個人覺得就 普通而已 跟其他香味 跟其他香味 照理講他跟鴨肉也很好吃才對 可是 香料味比較重 比較沒有鴨肉的甜味 他生意 生意確實是蠻不錯的 這個就是祝林口的粉絲 雖然你最近比較少跟我留言 但是我還是記得你 其實你們每個留言的各位我都記得 包括這個留言 酸溜溜酸溜溜的 我都有看到 哈哈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要專注在食物上 你們給我的鼓勵 很感謝我的批評 偶爾會這個 再來看看 那整體的感覺我覺得分數是 75分 就真的還蠻普通的 沒有很厲害啊 真的蠻普通的啦 啊 因為有吃過很厲害的這個 港式燒啦 所以這個胃口都被養掉了 哈 吃這樣覺得蠻普通的 啊 價錢也沒有很便宜 啊 就透以時常說了哈 可能 可能啊 可能我比較 比較不懂欣賞它的美啊 我 比較吃不出它的美啊 這是我的這個素養比較低啊 哇 香料味真的好重喔 我真的不喜歡這種感覺 之前有吃過一個什麼 我很煩喔 我很煩那個 我也是覺得就完全這個 不與視頻啊 還好沒有拍攝影片 我很煩 嗯 它香料味真的蠻重的 八角跟這個 香料的味道很重 好 這個是我個人的感受啦 不見得代表所有的人 好 好 就這樣了 好 這邊跟Google評論 說的是真的是一樣 它的配菜都是冷的 冷冷的喔 冷冷的喔 這 欸 這樣也會比較扣分喔 好 那分數已經到這個 好 個人覺得 就 就就就就不與視頻了 好再喝看看這個麗湯 它內用的是四層湯 裡面我看到有雞果啦 好現在喝喝看 呃 好 就是普通的麗湯 也沒有很厲害 是我不好了 是我不懂欣賞它的美 就就蠻普通的喔 這次也是不與視頻 好 這個我就不喝了 好 那這個就是M粉推薦的 非常 覺得值得推薦的 好味港式燒辣 那個人覺得啦 個人覺得是 比較普通一點 可能是 我的這個 味覺比較 沒有嘗出它的美味 很抱歉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接著就來到 台北市的公園浩酸梅湯 這是這家店正面的樣子 好這家店我小時候也很常來 喝他們的酸梅湯 好但是 個人上次來喝的時候 覺得他們酸梅湯的味道有改變 變得很甜 然後烏梅的味道變得很淡 好是我個人的感受啦 那今天就再喝一次看看 再給我一次機會 好因為我已經是老Coco啦 所以這個 三四十年前的味道我都還記得 這個是他們現在 這些餅的價錢 很多種餅 甜的鹹的都有 手工現做 但是這個記憶還是好的 畢竟這個老店存在也是不容易 好那這邊就有這個酸梅湯的報導 好 所以這個裡面有沒有看到 我說那個成份 烏梅 舊時代的老照片有沒有懷念啊 那就酸梅湯一杯 好謝謝 冰的 好一杯三十喔 謝謝 好謝謝 好馬上啊 馬上就開箱了 拿到馬上喝 現在就喝喝看這個令人懷念的蒜梅湯變得如何啊 好 好 好 它現在味道變得是這個 全是很甜的味道在前面 然後烏梅的味道在後面 雖然它味道還是這個老的味道在裡面 但是 個人認為啦 個人認為沒有那麼香 然後 甜水的味道很重啦 就看個人 要我去形容的話 就感覺有點像是這個 糖水喔 糖水把那個舊的味道 包住包在裡面一樣 會有這種感受 是我個人的感受啦 是我不好啦 所以這個分數就是 還是不與自平 好 OMG 這個媽以人的最愛喔 超甜 但是還是還是我不好啦 都是我不好 好但是這個 喝一下懷念懷念這個 往日時光也不錯啦 因為人畢竟都有過去嘛 能夠在這個 二三四年前的老店 能夠 還能夠喝到以前的這個 蒜莓湯 滋味也算蠻不錯的喔 然後也可以跟各位這個 好朋友回憶啊 老牌公園喔 蒜莓湯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就努力敘述出 我吃到東西的感受跟樣子 好這邊就有寫 天然食材 古法熬煮 創立於1960年 有點被擋住了 好 好就 看不到啦 好前面結上結彎 天然食材 古法熬煮 家傳老店金石一架 創立於民國49年 好再走這個小小的一段路好了 好 這邊的話就有很多改變 陽光下 好 感覺好像有點像 船直銷公司 以前就是這麼開心的氣氛 就讓我刷卡刷了五六張啊 所以這個 自己這個 投資理財要小心啊 現在我就回頭好了 那個路口就往回走了 現在我就回頭好了 現在隔壁感覺也是老店的感覺 成都草索麵食 成都草索麵食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逛街逛的開心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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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